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公共的室内空间一律要戴上口罩来降低新冠病毒的传播 以保护所有的人 命令从8月3日星期二凌晨12点01分开始生效 疫苗还是对抗新冠病毒最有效的工具 而口罩能够避免病毒进一步的扩散 就算受到Delta变异病毒突破性的感染 这些已完全接种疫苗的人 也不致因为感染病毒而转成重症住院或是死亡 湾区的卫生局长敦促 年满12岁及以上尚未接种疫苗的居民 尽快地去打疫苗 卫生局长对于这一波因为Delta变异病毒株 而造成的社区感染感到忧心 近日CDC的消息指出 已完全接种疫苗者 也有可能将病毒传染给他人 因此在室内戴口罩 能够提供更多一层的保护 室内空间有着更高传播病毒的风险 尤其是和不同住一起的人聚集 卫生局长也建议企业主 在设施入口处提供口罩 并且执行室内戴口罩的命令 想了解详细卫生命令 请上各县的新冠肺炎网站 更多安全免费且便利的疫苗讯息 和疫苗站的地点 请上盛县疫苗网站 atccfreevex.org Thank you